朝阳桥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桥 这座桥横跨在南明河上 全长约200米 宽约5米 由石头和青砖砌成 桥面平整 两侧有石栏杆 朝阳桥建于明朝家境年间 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它是贵阳市内保存最完好的古桥之一 也是贵阳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朝阳桥的名字来源于它的位置 因为它建在南明河上 所以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照在桥上 给人一种温暖和希望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这座桥被称为朝阳桥的原因 朝阳桥不仅是一座美丽的古桥 也是贵阳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它见证了贵阳市的发展和变迁 在清朝时期 这座桥曾经是贵阳城内的主要交通枢纽之一 连接了城内和城外的交通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朝阳桥得到了保护和修缮 成为了贵阳市的重要景点之一 如今 朝阳桥已经成为了贵阳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每天早上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桥上时 桥上的游客们会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氛围 这也是朝阳桥的魅力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